资料表名称就问题一 那再来就是怎么样跟它沟通 我刚刚讲的ADO加SQL 那怎么做 OK那底下有补充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那个电脑里面 基本上没有 假设没有assess的话 其实在那个Google的Chrome里面 其实它有一个云端的功能 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云端的外挂 因为我找了一下 我发现Chrome里面 也有一个ACDB的这个Viewer 不用钱的 它也可以在云端上面做一些事 而且可以下SQL指令没有问题 所以有机会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那个Chrome的浏览 那个怎么加 其实基本上就是 在哪边 Chrome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从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Q1 你按右键 那开启的时候 假设因为我这边已经有装了 我会出现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你们的账号 假如说没有出现这个 那你就可以什么 连结更多的应用程式 它就可以外挂了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 关键是打ACDB 会找到这个 你把它装起来 装起来之后呢 本来开不起来的 你现在就点开来 它会出现这个 要不要用这个来开 要点下去 它就会用什么 用这个Viewer 叫ACDB的Viewer 然后呢 可以把它开起来 那开的方式的话 它好像没有办法 直接在线上开 所以这边变成要选择档案 我刚刚放桌面这一个 我想要把它开起来 就把它上传上去就对了 传上去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它打开了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云端的东西 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你们现在看 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什么缺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资料表的名称 有没有 现在显示叫No Name 本来叫什么 问题1嘛 然后呢 它的栏位名称 这本来叫什么 姓名 可是它叫No Name 身高叫No Name 1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支援中文 所以你只要是中文名称 看到了就变这样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我这边有一个是Q1 有没有 这个Q1就是所有里面都把它改成英文 不过我没有 姓名没有改成什么Name 什么 我就改ABCDE 五个栏位 然后呢 资料表的名称叫Q1 所以如果你们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用这个下载 那下载之后呢 它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下载区嘛 那我再用这个Viewer怎么样 再重新把它从下载区 再把它载上去 因为这个Q1里面的都是英文的 这个包含栏位名称 就ABCDE 然后呢 它的资料表名称叫Q1 所以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看到的资料就没问题 如果你要在这里面下一些C口语法 也可以啊 比如说 select所有from 有没有 select所有from 什么Q1的话 这边有跟你讲 Ctrl加Enter 但是如果 你今天只要找女生的话 你可以空一格 后面加一个筛选的子具 会有什么呢 这个栏位 叫D嘛 所以这个栏位 会有这个栏位呢 用like 其实用等于也可以啦 文字一般用like 那等于什么呢 女生 比如说 记得 这个地方 文字通常是双引号 可是因为双引号给其他像VBA用掉了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在VBA里面用文字的话 seql是用单引号 所以这一点要 如果要找到女生的话 你就这边输入个女就可以了 直接怎么样 isq 按下它 或者是Ctrl加Enter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只捞女生的部分 所以当然这边后面可以下一些筛选条件 如果你要用别的 比如说你要新增资料也可以 所以seql se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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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 photos 我点匀 然后 também没有作为 但是这个时候是 � one seql u seql s um seql eql 我怎麼跟SS溝通 溝通什麼呢 我要放一筆資料進去 那假如說我要放的資料 假如說是這一筆資料的話 問題一 我想要把最下面這一筆資料 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那當然如果圖形畫介面 你Ctrl C 其實SS圖形畫介面 你可以直接這邊一筆有沒有 貼上 就資料就過來了 可是問題 以後 你再怎麼講 翻資料的時候沒那麼方便 有時候你可能連SS都沒有怎麼辦 所以這時候你只能下指令 那你要怎麼下指令呢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SS如何下SQL指令 不用圖形畫介面 OK 其實這個介面跟SQL Server也很像 SQL Server他比較強調是用那個SQL 特別注意位置在這裡建立 建立裡面請你找到查詢設計 可能要稍微 因為你們SS我不知道你們熟不熟 如果不熟的話可能稍微熟悉一下 建立什麼呢查詢設計 查詢設計呢請你進到這邊之後的話把它關掉 左上角 左上角會有一個SQL 請你再點選SQL 然後呢如果我要新增一筆資料到哪裡呢 到問題一裡面的話請特別注意哦 他的語法一定是insert into 而且這邊好像沒有區分大小寫 insert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打一個insert into 後面的話就是瓜糊 五個欄位名稱 姓名身高體重 對不對 然後呢後面記得就一個什麼 values values就是你要放什麼資料 空一個也是小瓜糊 就是放什麼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的話呢 如果是文字錢會要加單一號 那如果是數字的話就不需要 因為這一串很長 而且一個字打錯都不行 所以我相信應該你們要把這個一次打正確恐怕很困難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個insert into有沒有 問題一有沒有 然後我們的欄位名稱values這些有沒有 請你按Ctrl C好了 不過將來可能這要稍微把它背一下 因為這個可能常常會用到 我們就insert into 哪一個特別是哪一個table 哪一個資料表 放在他的哪一些欄位 放什麼資料 那如果說 有沒有發現這個姓名是文字嘛 所以記得這個前後只有單引號的 因為這個字太小了 所以這邊有個單引號 後面有個單引號 然後呢 170沒有身高 72是體重也沒有 可是男有沒有 男跟男女有沒有 前後有單引 因為它是一個 簡短文字 只要是文字的話 前後都要加 然後呢 後面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有那個小數點的 所以特別的單引精準數跟雙年是有小數點的 好 那你最後把這些輸入 特別是只要有一點點錯誤都不行 然後最後怎麼樣 請你按一下這個執行 如果你按一下這個執行的話 基本上它就幫你把這一段話 丟給什麼 SS 請它去幫你執行 那只要你的指令沒有打錯 它看得懂的話 它就幫你做 但是如果它有一點點看不懂的 像比如說 常常有人打那個value 它會忘了架S 那如果忘了架S 有沒有 你執行的話怎麼樣 它會出現說 音色音速度的程序 速度的語法錯誤 而且我覺得SS還蠻厲害的 你按確定 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停在這裡告訴你 所以它有出錯功能 我覺得如果 因為有些地方它沒有出錯功能 SS有 打錯有沒有 它會幫你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有的時候 我也蠻喜歡用SS裡面出錯的 為什麼 因為 有時候人難免 就是 到可能快下班的時候吧 而且咖啡因已經沒有作用了 已經 就是 開始恍生的時候 很容易怎麼做就怎麼錯 少一個那個 所以有時候不想要思考太多 貼上去 它會幫你檢查 OK 所以這個時候你把它加一個S 或者是單引號 你看 如果你把這個單引號拿掉 然後執行看看 它也會告訴你 查詢運算是 語法錯誤 少了運算員 有沒有 所以它也會告訴你說 可能少了什麼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但是 它這個地方可能就沒有那麼聰明 它跑到南 不過你以後可能要知道一下 它跑到那邊去 如果那邊沒錯 可能就是因為文字的關係 它會告訴你 只是它不知道哪一個而已 好 如果全部沒錯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看到這個 您正要新增一列 是或否 那恭喜你 你上面的這個sico語法 是完全正確的 OK 所以這地方要特別注意 你按個是 好 那這個時候你把它切過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insert into 楊叉叉 對不對 可是你切過來之後 你會發現喔 怎麼沒有楊叉叉 因為呢 新增過來 它不會馬上更新 你要幫它更新 怎麼更新呢 這邊有個什麼 這個 全部重新整理嗎 按一下 楊叉叉出來了 有沒有 這邊就多一筆楊叉叉了 OK 那當然其他的話 當然你還可以在這邊 切過來 還可以再下其他指令 還有哪一些喔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除了insert into之外 還有什麼呢 查詢 比如select所有from什麼 select from 後面就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 資料表名稱 會有性別等於女 如果你也是利用這一串 然後呢 放到access 你可以把它蓋過去 一樣怎麼樣 執行一下 執行在這邊 設計這邊執行 那你會發現 它就把女給帶出來了 如果你要再切回去的話 記得呢 再切這邊啦 這邊好像有個sicle檢視吧 不過這機關有點多啦 我怕你們到時候 記得 可能多玩一下吧 你比較容易找得到功能 再來的話 當然你還可以去 了解一下 除了select 最重要就是查詢 有沒有 後面就是它的條件 再新增 再來就是什麼 修改 修改用update update就是哪一筆資料 比如set 身高等於170 這個set使的是修改 修改哪一個呢 姓名叫李XX的人 他的身高幫我改成170 你可以把這一段 複製一下 喊臭機 然後呢 再到這邊 把它貼上 不過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有沒有李XX這個 沒有 所以把它 乾脆改 楊XX 所以這邊改楊XX 你可以在這邊把這個 只要字標打錯了 它應該都找得到 然後呢 它本來就170 所以把它改成119 好了 這樣子 沒有錯的話 一樣 設計裡面執行一下 欸 他問你 因為兩列 為什麼 因為有兩個 叫楊XX的 OK 不過一般 會有後面這個都是用key 編號 比較不會有重複的資料 比如說 編號叫哪一個key 然後 它就會更新 按個確定 那過來之後 你看一下有沒有變19 欸 有19 而且還不用重新整理 如果update的話 不用重新整理 那再來最後還有個什麼呢 Delete Delete 我想顧名思義 刪除 如果你不會用沒關係 這邊有個範本 Ctrl C Ctrl V到這邊 那刪的話 意思是我把楊XX都刪掉 Delete from 在問題E的這個工作表裡面 它會有姓名叫做楊XX的幫我全部刪掉 那應該會有兩個人 所以你就設計裡面的把它執行一下 欸 他又找到了喔 兩筆喔 而且他跟你講說 如果你按4的話呢 它就不能復原喔 你是不是 4好了 好 按下去 切到問題E看看 欸 不過你會發現 然後這邊出現已刪除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啦 一樣嘛 重新整理一下 那一筆就不見了 所以特別注意啦 因為 Seql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這四大指令 四大指令 如果你四大指令會 而且純熟的話 其實基本上可以解決80%以上的工作需求 那最常用到的是select 就查詢 查詢什麼東西 所以查詢什麼東西呢 那你可以 當然可以用這些 這個的範本 然後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覺得還不夠的話 其實 天龍書局啦 或者是說 Google 關鍵字 你打Seql語法教學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 或者我常逛的那個叫 因為這個跟網頁設計 或者跟手機設計 都很有關係 所以有一個叫 www.w3schools.com 這個也是 因為教學 我還蠻常逛到這個 裡面有一些教學的 裡面包含就是seql 或者沒有 Learning Learn Seql 基本上這個就一整套 跟網頁 跟手機 跟這個 這個 後端資料庫都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這太多了 然後這裡面 甚至它有一些 triusl 它甚至給你一個 後端資料庫 也給你一個介面 讓你測試 我記得好像還蠻不錯的 它這邊 它可以在這邊 讓你下語法 custom 裡面的話 這邊可以 runseql 它就會幫你把 底下的seql 資料庫 帶出來 總共有1 2 3 4 5 6 7 它總共有7個欄位 總共有91筆資料 你只要在這邊 下指令的話 比如說 會有什麼什麼條件 按runseql 它也真的可以幫你去 它的後台去抓資料 所以如果你手邊沒有一個 練習的工具的話 其實這也蠻不錯的 而且它裡面還蠻多的 向下一直都有其他的東西 可以讓你串 不只這些 還有很多其他的指令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剛剛的run的地方 我怕你們等一下會迷路找不到 我把它關掉一次給大家 1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開了 把它開著好了 等一下你們可以 我特別要建立 查詢設計 關掉 點seql 從這邊開始 以後如果找不到呢 請你注意就是它上面有個設計 從這邊去改 畫面先還給各位來試一下 那為什麼要先講seql 其實到底很簡單 因為待會 再來推ADO 那ADO呢 就是把這些東西 傳給SS 那兩邊就溝通了嘛 所以 先講seql 再講ADO 可能它連貫性會比較OK 那這樣的話呢 將來一次有跟SS 溝通 他們之間互相talk 就沒什麼問題了 不外乎當然你就直接把資料寫過去嘛 寫一筆 寫全部 然後不外乎就怎麼樣 再把它查回來 OK 那或者你要修改 刪除 其實也都可以 只是說你可能那個 功能要額外再去撰寫啦 把這些 撰寫來撰寫去 其實用來用去 不外乎就是 剛剛講的這四個主要功能 查詢 新增 修改刪除 那以前像我們寫一些 專案大型的專案 用來用去 其實大概都這些而已啦 所以 其實把這四個先練熟 後面我想應該就會更簡單 可以試試看